欢迎收看财经演绎 办公场景也存在商机 企业办公IT服务 可以帮中小企业减轻IT成本 因此吸引了市场的关注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行业代表 欢迎一点云首席财务官贺亮先生来做客 贺先生你好 你好 来人啊 谢谢 还欢迎嘉宾主持李明敦先生 Krid你好 大家好 其实不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公司的电脑或许是租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也许听上去很新鲜 那么有人形容说公司这一大角色 就类似于电脑的包租购 想问问你 首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呢 就是说客户他们为什么会有些 电脑设备租赁的需求呢 好的 对 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比喻 也是第一次听到 对 其实我们的角色确实就是 我们帮助企业解决了 中小企业解决了它办公室内 IT硬件 软件 以及办公IT运为人员的需求 相当于我们是它一战式全包的 IT服务方案的解决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实帮它 把它的IT服务包起来了 都包在了我的身上 那对于企业来说 其实它想从我们这边获取的 或者我们能给企业解决的需求 也不仅仅简简单单是 解决它一台买电脑 这样一个简单的需求 而是相当于通过我们的 这个综合的产品和服务 帮助它把企业办公室内 IT所有的需求一战式的 通过我一方来解决 这样企业在后续 它的主页的开办经营当中 它就不需要再去找 各类的IT服务伙伴 只需要找到一点云 由我们一家来去帮它 其它硬件上的新增的需求 硬件上以及调换的需求 以及它在IT人员上 IT支持上 以及它在IT软件部署上 等等的综合的需求 都由我们来解决 其实这个需求来说 就是你们的客户 由这个需求的客户来说 是什么旅行为主 是不是也中小企业 作为主要的客户 谢谢Crate 对 我们的用户画像 可以做一个区分 我们的核心客户群 像您说的确实是 我们叫泛中型企业客户 也就是我们定义 从50人的规模 到5000人的规模 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间 那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户群 除此之外 我们有超大型的客户 5000人以上的 甚至上万人的企业 同时也会有一些 我们身影响的 小微企业的客户 但是无论发展到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客户核心客户群 依然还是中间的 50到5000人的 泛中型的企业 对于这个收费模式 是怎么样 也是比较有意识 有兴趣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 跟我们客户是怎么签设 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子 还是一遍 就是一下几 去收他们的费用 好的 对 我们跟客户 我们进行的收费的模式 也是我们首创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 我们叫随用随还 相当于客户 只需要在这个 需要的时候下订单 然后在下一个月 出账单之后付款 用类似于信用卡的方式 那他按照他的使用需求 去下订单 如果他不需要了 他可以无责的 没有委员金的 把设备退还给我 而在这个过程 客户也不需要前置支付 押金保证金 预付款等等的 相当于客户 一个最低的成本 最低的 相当于启动资金 能去帮助 他的企业IT的人员 和他的企业办公人员 把IT设备配置齐全 同时能在后续的使用当中 完美地匹配 他的使用过程中的需求 有没有比较 那个收费费用 就是他们自己 买一台电脑 跟你们租赁的话 说那个费用是怎么比较 我们有很详细的测算 大体上来说的话 我们的设备能做到说 从我们这里来订阅 三年连续支付的租金 是能去小于 他现在时点去买这台设备 所支出的一次性的先进流的 同时 我们这个相当于 还在不断地持续 扩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让客户可能后面 以连续48个月的租金 也能说小于 他当前所购置设备 所需要一次性支出的先进流 这样一算 对客户来说就很划算了 因为一台设备 它的最好的使用寿命 可能也就是在三到四年 这样的一个区间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 客户一看 我在这个时候 不需要一次性的支出成本 我中间还有一个 随用随环 随时可退的权利 同时我还不需要 为我的IT 去进行后续的 人员的部署 不用去招人 也不用去找第三方的 IT服务商 我只需要找到一点云一家 他后续都帮我解决了 这个时候 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选择我们是一个 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你们真为客户着想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灵活的方案 但是我反过来问问你 他们会不会 有一些提前终止服务 这样的一个风险 高不高呢 既然我们敢于给客户 提供随用随环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模式 那我们就肯定是 可以接受客户 提前终止租约的 而且这个风险 在我们这里看来 它压根就不是风险 完全可控 这个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具备全世界 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叫再制造能力 我们在武汉 有一个再制造总厂 同时在北京 上海 深圳和成都 有四个分厂 这些厂区组合起来 构建了我的再制造能力 使得我具有全年 整备超过80万台设备的 翻新的能力 那有这个能力在 无论客户 退了多少的设备回来 我都有我的再制造工厂 进厂去进行翻新检测 然后把它从油内到外 恢复到一个 久久成新的状态 恢复到这个 久久成新的状态之后 它会重新摆上我的货架 进入我的商城 会由下一个客户 去订购它 然后继续在我的 这个资产的系统里 去服役 所以即使客户 有这种退订的风险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能去把设备 恢复到一个 很好的使用状态 那我们就不构成 对我们经营 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说到退订这一块 就是说 是不是公司的业务 跟整个大环境 带经济都是 关联度比较高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 可能最近几年 经济比较差的时候 然后退订的情况比较多 或者是影响我们的业务 到底影响公司的业务 到底是有什么 比例的情况出现 好的 说实话确实是 在经济宏观进行 是不好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所面临的 经营压力 它是确实是会扩大 而在这个扩大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人员的波动 有人员的波动 有可能它就会有人员的裁撤 那就会产生退订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收回了设备之后 只要设备回收到我这 我进行了再制造 我又重新进入了商城系统 我的设备完成了 它相当于上一个周期的服役 对我没有产生风险 而对于客户来说 在这个宏观进行不好的情况下 它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在于说它会更多地 去考虑它自身的先进流的安全 它就会减少 尽量地去减少一次性的 资本开支的支出 减少一次性购置的 这样的一个投入 而会去倾向于说 选择以我们这种 用这个相当于 经营性先进支出 来去替代一次性购置的需求 所以在宏观进行情况下 这个下行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在过去几年 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增长 对于IT设备 其实对于经济来说 是一个先行的指标 就是经济自己好之前 我们也看到 IT协备需求先走上去 我们在公司最近的业绩 里头有没有看到 这个表现出现 有没有一个可能 已经反转反底的情况出现 我们今年的业绩表现 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表现我觉得 您可以说在宏观层面 有一些重要的知识政策 产生的效果 当然从我们这个 微观的视角来看 它可能现在还不那么地明显 所以更多我们今年业绩的好转 是来自于我们资深 对于整个我们这一条增长部门 它的一个相当于组织上的调整 它的业务上的调整 以及我们在产品侧 给客户提供了更多的 他们所需要的硬件产品 以及硬件相关的服务 我们今年也推出了 我们自研品牌的 一点源品牌的一体机 和这个自主品牌的显示屏 然后也推出了我们相当于 为客户提供更切近客户的 更密切服务客户的 网格化的网管支持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今年能取得 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您也提到了 增添了很多新的产品设备 那么公司的确是需要 提前购买很多的设备 让客户去选择 大家看琳琅满目的 可能才能吸引去用点的服务 那么换言之就属于 重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怎么样去应对流动性资金的压力 还有说设备折旧这块的风险呢 好的 这个其实我相信 也是投资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同样也是 对于我来说也是企业这边 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 我们可以先说折旧这个层面 就着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再制造的能力这个方面 我们因为有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再制造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设备的 使用寿命 从正常的一台设备 三到四年延长到 九年十年这样的时间 相当于我能从设备中 产生更多的收益 这个是我核心经营 这个资产的本质 那同样的 我既然能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在资产的折旧上 经过这个审计的评估 我是能按照七年时间 去进行一个直线折旧法 去进行折旧的 所以它对我的折旧的压力 并不会说造成很大的影响 它跟我的经营 基本上来说 能是一个匹配的状态 那从先进流的角度来说呢 公司因为会有 先购置设备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使用到 一些进入工具的杠杆 然后也会用这些杠杆 去先购置进来设备 然后再向下游客户 这样订阅出去 但在我们的经营策略上来说 我们所有的每借的一块钱 或者一分钱 它都一定要有一笔下游资产 在这里作为它未来还款的支撑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 整个的资金经营系统里 把它给写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铁的原则 也是不能突破的 我们不会进行任何的超融 一分钱也不会 只有说确定这个设备 我未来会有还款来源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我去把它 进行一个杠杆的方式 把它给采购进来 然后让它去产生它的价值 那最近这货币宽松的背景 降准降歇 对你们就是比较有利了 是的 那个我们乐于期待 看到这样的情况 对 那未来有没有计划 进不去降低这些融资成本 资金成本呢 对 这个也是肯定的 我们其实在过去两个财年 也已经对于我们的 整体的财务成本 进行大幅的优化 我们在我们的年报上也能看到 那在未来 随着当然进一步的宽松的政策 以及企业经营水准的进一步提升 以及包括我们利润更好的释放 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 能去在财务成本上 为公司做出更多的成本节约 好那上半节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回来之后继续谈这个话题 一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台经演绎 下半节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 一起谈谈企业办公IT服务 这个细分的赛道 那么刚才大概对行业有一些了解 对公司的状况有一些认知了 想问问你 目前整个行业 它的一个竞争格局是怎么样的 激不激烈呢 如果你们要面对一些新的竞争者 又难不难呢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竞争方面的 一些遇到的壁垒 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回答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细分行业里 属于是这个毋庸置疑的龙头 领先地位 对 所以所面临的竞争呢 我们并不觉得很激烈 我们其实更想的是 跟我们的同行业一起 大家一起把企业办公IT订阅 这种方式把它整体给做大 让企业这边能 更少企业这边能 可能更少的选择去用自采的方式 自己加自己维护的方式 而是都去选择用我们这样的 一站式的办公IT订阅的方式 去解决它办公室的IT的需求 所以您要说竞争呢 我觉得并不激烈 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就很大的市场潜力 可以共同去挖掘 然后您说的这个新进入的对手呢 可能我觉得面临的困难 可能都会是我们曾经所挑战 所达成实现的这些 翻过去的这些山吧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系统 都是我们自研的 我们给它命名叫星云系统 这个系统对于说我们的整体的资产管理 做到了极细的颗粒度 从设备的这个 从它入库到我们的库 到它每次进我们的厂去返修 到每一个零件的更换 到它每一个客户的使用 都会在这里一一清楚地记录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 比如设备达到几万台之上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企业这边将很难 经营这个行业的企业将很难去 算好它的资产 盘好它的账 也很难去做好它未来的 再进一步的扩大 规模的扩大 这只是举个例子而言 所以说凸显出我们未来 可能在这个行业中 要新进入的竞争者 他所要面临克服的挑战 他也要去一样的 有自己自研的这样系统 可能才能支持得了业务的发展 说到竞争格局 就是我们考虑供应商这个部分 所以电脑厂商自己 也有做这个租赁的业务 对公司来说 其实有什么分别 然后如果个人去购买的话 跟你们去购买 又有什么分别 我们跟供应商的 这个租赁的部分吧 部门吧 我们一般不构成直接的竞争 因为从这个厂商的角度来说 它的租赁部门 应该是它的对客服务的 一个金融部分 金融板块 它的职责是在于说 帮助客户 帮助这个厂商 实现对客销售过程中的 一个金融产品的支持 所以它的前置阶段 其实是 它由销售去引领客户这边 带领客户的需求 走到它的门前 而不是说 它自己去定义一个产品 它自己去定义一个客户的需求 所以更多的是 它的决策是给客户提供补充 而同时呢 厂商所面对的这部分 大部分是超大型客户 也就是说大型企业的集采 那一次性的批量 可能在几万台 这样的一个规模 而不是说我们这样子的 小而分散的 零散的 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 下游的订阅室的需求 您至于说 个人和我们作为 相当于供应商 厂商的下游客户 我们两个角色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因为 2C段的中端的销售 中间要经过 无数个环节的经销商 那这些经销商 每个环节 它都有它自己的经营成本 所以消费者在其中拿到设备的时候 那是经过了这个 其他经销商的转手 然后最后获得到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吧 市场价格 但是通过我们来说 我们直接向这个厂商供应商 拿到这个最后的设备 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经销商的流转环节 那我们这边就能去极大的 节省我们的采购成本 这个就是我们从与个人购买端 最大的区别 我记得公司发家的时候 好像是采购一些二手的电脑设备 是吧 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还是说已经采购全新的了 我们已经从2018年之后 再不进行这个二手设备的采购了 因为随着我们的业务量 逐步的扩大 我们的二手市场上 已经没有办法有足够批量的 标准化的设备 去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因为我们的业务上来说 并不会去配置过多的SKO 我会相对地进行 品类集中策略 所以二手设备这个市场 相对来说较为零散 没有一个供应商 能形成一个大批量的 整批的然后齐全的 这种供给体系 所以我们从2018年之后 都是跟厂商这边 去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 然后去用职采的方式 去解决我们新设备的需求 这个人工资能电脑 AIP是投资人 可能最近比较关心的跨题之一吗 对于这个近年 电脑厂商推出很多方向的新产品 对于一顶云来说 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帮助出现 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后续的走势是怎么样 对我们能看到 有很多的厂商都推出了 这是我们叫AIPC的设备 同时呢 一点源也 因为跟厂商有着 这么密切的合作 我们也在我们的商城上 也上架了 我们相当于 最新一代的AIPC的设备 但从实际的这个 相当于经济表现来说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情况下 更有依赖于说 下游真正AI在中小企业端的应用的普及 因为它没有应用 所以中小企业很难说 大家现在有很强的诉求 去进行一次更换 而且这样的更换 会导致它有更多的成本 因为AIPC它天然的 它的这个定价就会更高一些 而且在未来 大家也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下一次更新换代的时候 这一批的设备 可能已经无法去适应 在下一次 我们新的再一次的 相当于AI应用的一个爆发 对 对对 版本的迭代 可能就不能去支持 那公司在AI领域里头 有没有其他的部署 好的 对 大家可以公告上也能看到 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 已经跟微软和这个星座时代 就我们这个微软AIDRA GPT 在国内中小企业端市场的这个铺设 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 然后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然后也做了一些这个业务的探索 然后公司这边 未来也会持续去追踪 AI行业上的进展 然后去找到 因为我们对应了很多 下游的中小企业 去找到客户真正的需求 在有客户真正需求的情况下 去把我们的产品 打造成一个客户能去便捷高效 而且高性价比的 去使用的一个AI应用 说到投资方向 其实财务也是我们关注的一部分 就是看到上半年来说 业绩很不错 中期来说 有没有盯上一些 可能增长目标 或者是盈利的增长方向的情况 其实我们今年也做了很多 在业务探索 在业务上的这个策略的优化 也确实通过我们在业务上 在增长侧的业务的这个优化 实现了我们 叫我们的业绩的一个比较好的反转 然后也确实使得我们的这个 作业人员 也是我们销售同事 他们的人效 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 这些是可能是 我们在这半年多 更多的在关注的事 也是更多在做的事 然后全年的业绩 我觉得我们也会拿出一个 相对比较让人信服的 很好的表现出来 股价可能上市过来 都一直比较疲惑 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除了回购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工具 方法 可能把那股价 从这个比较低的位置 重新就有一个提升出现 这个股价 大家可以看到 上市之后的走势 可能看上去并不尽如人意 对吧 对 这个更多的其实 我觉得并不是出于 对公司业绩的担心 在这个过去的 不断的更新 我们的财报的过程当中 能看到公司业绩 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 原来一级投资员 在二级市场上 减持的动作 然后这个导致了 相当于一定的市场的波动 这个可能我们短期来说 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所谓的对应之策 我们只需要着眼于未来 做好我们的业绩 然后从长期来看呢 我觉得未来我们完全去 因为我们是有利润的公司 而且我们的闲金流很稳定 未来在未来 我们完全有信心 能去在资本市场上 对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股东进行分红 然后进行更好的 对股东的回报 公司呢 名字当中有一个云字 那么看到 其实也是有 SaaS相关的业务 但是这个比例 我看在财报当中 显示还是输入当中 占比比较低的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 打造这块业务呢 还会不会在这块 继续发力 关于SaaS业务的布局呢 是公司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大家都能知道 这个在中国 做中小企业的SaaS服务 它面临着很 剧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有很难的 这个收费的壁垒 所以我们的业务 其实已经是属于 找准了一个 比较好的切入点 我们的一盘点 是我们的子公司 它所从事的 是我们整个的 企业办公环节 所有的资产 固定资产的 一个盘点软件应用 然后它在这个 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确实能帮企业 去节省很多的人力 和这个时间 投入在这上面 对 但是说回到 这个大的行业上来说 我们对于未来的 这个整个的SaaS布局 依然是会 依着于我们的主营业务 从我们的主营业务 去着手 去找更多的 能去适合中小企业 去应用的SaaS产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可能 并不会说去 过于着急的 去向市场去推出 或者向市场发布一些 我们在SaaS上的声音 我们更多的 先着眼于需求测吧 需求测出发 对 找出客户愿意 去买单的产品 我觉得比 着急做一个 爆款产品更重要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的分享 也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了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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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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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